歡迎大家又來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 上次我們講到中華民族 近百多年來政治意識的發展 講到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就是晚清的變法運動 晚清的變法運動 要求政制的改變 康有為梁啟超要求發展立憲政制 要求做變法運動 維新變法 這代表對中國政治制度本身要做變革 這種政治意識 上次講到二千多年來 都未曾出現過 未曾出現過 現在再發展到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 中國戰代政治意識發展到第五階段 就是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意識 康有為梁啟超說他們的變法運動 失敗後 失敗後 發覺君主立憲這條路 似乎很艱難 似乎很艱難 最後出現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政治意識 這是第五階段 所以從歷史上看來 辛亥革命 由康有為梁啟超和光水的變法運動 失敗之後 逼出來 我們就這樣看歷史事件 就是由變法運動失敗 康有為梁啟超要逃亡 要逃亡 光水被憂禁 運動失敗之後 逼出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前 其實一直有所謂變法派和革命派的政治爭論 社會上有兩派的理論出現了 一派主張變法 就是康有為梁啟超 另外一派主張革命 主張革命 這個比較激烈 我們今天這樣看 就是激烈的反對派 主張革命 一派比較溫和 要求立憲 立憲 立憲變法 就是康有為梁啟超 康有為梁啟超 很多知識分子支持 所以他們的宣傳都很大 影響很多人 令到很多當時的知識分子 明白立憲是甚麼意思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時出現了政治理論的爭論 當然 立憲派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說法 雙方都持之有故然之成理 這個變法派的立場 他認為 只是改制度 不需要改國體 不需要 搞革命 只是改制度 可以免除了 社會秩序的大破壞 不需要 革命 都可以做到富強 可以免除了 社會秩序的大破壞 不需要大 因為革命就麻煩 因為革命就要打仗 被迫 就要破壞很多社會秩序 社會一定會混亂 通過和平的方式 希望可以改變的制度 這是變法派的立場 所以變法派 心裡希望的理想 其實就是 學日本的明治為新 學日本的明治為新 當時 康有為梁啟超 他們 想學日本的 明治為新 梁啟超曾經 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預言 中國革命之後 一定會很像法國大革命 會不斷有革命 繼續下去 當時他反對革命派的說法 反對革命 認為應該要立憲 這樣就反對革命 反對革命的時候 如果中國 是用革命的方式 來改革的話 就會很像法國大革命一樣 一開始革命 就一直革命下去 不能停止 這樣對社會的秩序 破壞得相當重要 很慘烈 這樣我們看看歷史 真實的歷史 確實是 辛亥革命之後 其實 那個戰亂 一直都沒有怎麼停過 一直都沒有怎麼停過 中國人的歷史 那個 悲慘的歷史 一直都沒有怎麼停過 這個 梁啟超 都可以算是 這個 不幸言重 所以唐先生曾經 佩服過梁啟超 這方面有點軟見 但是 在當時來說 如果 他真的變化成功 梁啟超 又為他們真的變化成功 就算他們變化成功 應該這樣說 就算他們變化成功 都不能夠 回應到人民的要求 其實 因為人民的要求 始終 都是 希望 不要再受到 滿清的壓迫 想反抗 但你維持 維持 維持 滿清的政權 只是改變 只是改變的制度 這一點 始終 都是 滿足不了人民的要求 始終 都滿足不了人民 所以 變化 就算真的成功 都不行 所以 新害革命之前 出現了很多烈士 有很多烈士 犧牲 新害革命之前 有很多烈士 被犧牲 成人取義的烈士 他們大多數 都是根據民族大義的自覺 民族大義的自覺 而今完成人取義 而犧牲自己 所以 這些犧牲的烈士 在新害革命之前 他們在抽筋 很多烈士 有很多烈士 犧牲 他們 所根據的 是一個民族大義的自覺 而不是 像太平天博一樣 出於一個自然生命的衝動 他們要求的 就是 反抗 滿清的壓迫 反抗 滿清的壓迫 雖然 大家都反抗 滿清的壓迫 但是 他們的 來源 精神 就是這種民族大義的自覺 這個 不是生命衝動 所以 這個 深海革命的成功 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成功 因為 這個 可以說是中國人政治意識發展的一個更高階段的發展 這個 這個 再不是太平天國那種自然生命衝動的發展 而是 再高一層 也不只是要求政制的改革 所以 這個 深海革命 可以說是一個 這個 政治意識的發展 是一個很標誌性的 政治意識的發展 這就是 我們說是 中國 政治意識發展的第五個階段 第六個階段 第六個階段 就是 民國初年 至到新文化運動 這一段的階段 我們稱之為 第六個階段 政治意識的發展 我們稱之為 好了 這樣 民國初年 新來革命 完成了 推翻了滿清政府 就出現了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這個 比較近期 比較近期 所以 知道的事比較多 而這個 這個時代的精神 越近期 其實越難明白 越難看 越難看到 等於我們現在 近代 香港發生的事 越近 這個 越近自己 越是未必那麼容易 看得清楚 這個 不過我們現在 再看看 民國初年 新文化運動 就會看得清楚 好了 這個 民國初年 發生了很多 由民國初年開始 一路開始 發生了很多 歷史事件 很多的歷史事件 這個 有 有二次革命 有 元世海清帝 有 軍閥割 有 互發戰爭 有 南北不統一 有 張勳復辟 出現了很多 內戰 很多政治事件 這個 我們發現 原來 革命 完了之後 不是太平 正如之前 梁啟超所說 革命 完了之後 會不斷有革命發展下去 原來 仍然繼續有 仗打 不是 推翻了 滿清政府 太平無事 沒有仗打 而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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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些事件 其實 代表著 甚麼意義呢 民國初年的中國人 政治意識 其實 到底是甚麼呢 這樣 不是 推翻了 滿清政府 就可以發展到 很理想的 政治體制嗎 為何會 這麼混亂 又變成 不斷打仗 又有人稱帝 又割句 又復辟 到底 民國初年 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是甚麼呢 其實這也很難說 這樣 中華民國成立 中國文化 中華民國 推翻滿清 成立了中華民國 這樣 這個當然是中國政治史上 一個劃時代的大事 這個 如果 直接 接上清代的政治發展 來講 由太平天國 開始講起 我們現在這個 講政治意識 由太平天國 開始講起 由太平天國 開始講起 由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 就是根據 民族的自然生命衝動 而反抗滿清 然後發展到自強運動 就是很重視西方的科學技術 物質建設 而要求民族生存 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 然後去到變法運動 滿清 晚清時期 要求改變政制 要求改變政制 然後 完全推翻滿清革命運動 這個轉變 我們看到 由太平天國 一直到 辛亥革命 就是完成了一個 由夏至上 的清代政治 徹底變革歷程 這個變革完成之後 變成五族共和 實現了漢族三百多年來 要求 由滿清 壓迫底下 解放出來的要求 所以 在民國初年 剛剛建立的時候 沒有所謂君主 民國初年建立的時候 沒有所謂君主 民國初年只有總統 總統是不是君主 總統不是君主 總統出的那些文告 全部都是自稱為公僕 自稱為公僕 再不是說自己是君主 自己說自己是皇帝 理論上 就應該 全國人民 都能夠頂天立地 人民在政治上 再沒有一些 押下來 上面覆蓋著的意識 人民是能夠頂天立地 人民能夠當家作主 因為總統理論上 是選出來的 這樣 不是一個君主 不是一個君主 這個意識 當時 照計民國初年 建立的時候 就是由這種意識 來建立國家 出現一個 由這種意識 來創建國家的時代 民國初年 政治上的不安 反而令到民國初年的人 是充滿著怨氣的 為何充滿著怨氣呢 首先就是 革命黨人 以功勞自居 革命黨人自認為自己很有功勞 被人嫌棄 認為自己很有功勞 這樣很討厭 經常都說自己很有功勞 會被人嫌棄 另外就是 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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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抑了一些 革命黨的人 所以 於是 就有二次革命 有二次革命 有所謂 紅獻青帝 的事件出現 導致這些 事件出現的原因 簡單說 就是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容易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容易 辛亥革命成功了之後 這些軍人依然存在 那些政客依然存在 那些政客依然存在 辛亥革命成功了 但是軍人、政客依然存在 而農村的人民 其實仍然是依然向往著有皇帝的生活模式 依然是對皇帝有所向往 這個意識依然存在 所以呢 如果我們深入一點說 其實就是說 當時 雖然 辛亥革命 是推翻了這個帝制 要實行這個 民主憲政 創立一個新的國家 這個 總統 只是公僕 這個 人民應該頂天立地 雖然是說 有這樣的意識 但是 其實 真正 人民 這種力量是沒有的 我們之前說過 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容易了 其實軍人、政客依然存在 人民依然向往著皇帝的存在 所以 整體來說 這個制度 可以說 中國人民在這裏 沒有什麼力量 中國社會 整體的社會 缺乏了很多 不同的 民主憲政的基礎 沒有這個 人民力量的基礎 我們沒有各種不同的職業 宗教文化的組織 其實這些很重要的 不同的職業 宗教文化組織 其實是這個 民主憲政的基礎 一定要有這樣的基礎 才能夠容易 大部分人民都有這個 這樣的意識 才能夠容易有這個 民主政治 所以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意識的時候 這種意識 人民 這種民主意識不多 就是出現問題 為何會出現這麼多的戰爭 內鬥 混亂 又是 清帝 復辟等等的事件 也因此而出現 所以 在這種 這種 不夠精神力量的情況下 皇帝 是可以再出現的 就是因為這些 當時 這個 民國初年的 政黨 沒有社會 社會 社會組織的基礎 沒有社會組織的基礎 沒有這些不同的職業 宗教文化的組織 沒有這些社會組織的基礎 所以那些議員 不是代表著一個組織 不是代表著一個組織 不是代表著一群人 一些不同的民眾 那些 當時那些議員 只能代表著自己個人 只是代表個人的政見 當他不是代表著人民 他只能代表個人的利益 那慢慢 這些議員 就變成一些政客 變成一些政客 所以 慢慢 他們也變成 所謂軍閥 就是出現這些軍閥 軍閥割據的情況 出現 所以當時 以這種政治意識發展來說 皇帝是可以再出現的 軍閥是可以 割據不同的地方 所以出現了 當時那些內戰 軍閥割據的場面 袁世凱清帝 張芬復辟等等 不同的歷史事件 也出現了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 就是 人民要有權 政府要有能 原本 孫中山的說法 就是 人民要有權 如果用 這個 三國時代 的人物來說 人民 就是阿豆 政府 就是 諸葛亮 民權主義 其實就是 要 四萬萬人 做皇帝 人民要做皇帝 民權主義 人民要有權 人民才是皇帝 所以當時 四萬萬人 是皇帝 即是 四萬萬人 要做阿豆 所以 民國成立之後 可以說 應該是 四萬萬人 做了阿豆 而這個阿豆 自覺自己是皇帝 自覺自己是皇帝 這個 所以在民國初期 人民見到總統的時候 那個總統 很多時候 都是以公僕自居 所以這個 人民 會自覺到自己 是這個 中國的主人 這個 自覺到自己 是中國的主人 不過呢 問題就是 這個感覺 是虛的 不夠實在 這個感覺很虛 不夠實在 因為 人民 如果 好像 這個 三國時代 和阿豆 那麼無能 他只是靠 這個 諸葛亮 來幫助他 但如果 這個 諸葛亮 不是一個 賢人 如果 諸葛亮 想做皇帝的話 很嚴重 因為 我們現在 用這個 三國時代的 阿豆和諸葛亮 來比喻 人民 如果好像阿豆 那麼無能 是靠 諸葛亮 但如果 這個諸葛亮 不是一個 賢能的人 如果 這個諸葛亮 自己本身 想做皇帝的話 這樣 很嚴重 相當之 相當之 出現 情況 可能 很嚴重 又或者 不止一個 諸葛亮 又是 班諸葛亮 這個 班諸葛亮 都想做皇帝 變成 所謂 軍閥割據 很多不同的 政客出現 出現很多 爭權奪利 的情況 這個時候 這個 那個 我們這些 所謂的 人民 其實沒有力量 沒有辦法 只可以在旁邊看 任由這些 軍閥政客的 郵輪 所以 現在 就用這個 比喻 所以 我們就叫這個 民國初年 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叫做 因為這些 人民 就好像阿豆 無能 這個 這個是 當時 中國人 缺點 的 一個 比喻 阿豆 自覺自己 是皇帝 就是比喻民國初年 的時候 中國人 自覺自己 是中國的主人 這個 感覺很新鮮 人民 覺得自己 是中國的主人 這種感覺 是以前 中國人 從來 未有 過的 中國人 從來 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主人 這種感覺很新鮮 這種感覺 就是 表示了 一個 中華民族政治意識 發展的 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 這個 阿豆 無能 剛才說過 因為 民間 形成不到 一些力量 這個 阿豆 無能 是民國初年 中國政治意識 不能夠變成 真正 民主憲政 的一個必然理由 這個 因為 人民 沒有這種 力量 所以 這個 民主憲政 不能夠真正 產生出來 好 然後 再發展下去 就是 這個 去到 這個 新文化運動 這個 政治意識的發展 這個 那個 方向 我們現在說 政治意識發展的方向 就是 要建立一個 由下而上的 一個革命運動 的組織力量 這個 民國初年 剛才我們 剛剛說到 民國初年的時候 其實 政局 是很混亂的 政局很混亂的 正正就是 因為 人民 沒有力量去監督政府 人民 沒有力量 所以 出現了很多 軍閥割 這種情況 人民 沒有力量 這樣 理論上 應該 一直 向上發展 民主憲政的方式 來發展 這個 慢慢發展到 這個 新文化運動 這個 這個 就 下次再跟大家 說一下 新文化運動 這個階段 那個政治意識 是怎樣 今天就講到這裡 很多謝大家